今日 赵本山空降热搜被爆大瓜 网友们看到纷纷说 这哪是师父呀 这是亲爹呀 原来2018年税务政策有变 全部明星都在补税 赵本山的徒弟们以为他们师父是赵本山 神通广大 查不到他们头上都不当回事 赵本山替他们交了总共一个多亿 当大批一线明星被查出吸毒后 赵本山的徒弟们一个个红了后 又怕他们犯错误 专一成立一个部门 不定期验尿 火车站 高铁站 刚下飞机 都会去突击一下 小舍娘宋小宝火了后 赵本山怕他们摸不着北 交到坏朋友 与妻子离婚 不管去哪演出 都让妻子陪着他们 赵本山接受过的刚采访时 曾说过 他招徒弟第一是规矩 第二是规定 第三是感情 感情要放在第一位 让你当人的是父母 教你在社会怎么活着 是师父 师父和父母一样 如果娱乐圈的老板们